是个山东大旱下饭馆 菜的价格都是几块钱 但由于半天却没人开口点菜 在女服务员的再三催促下 带头的男人终于开了口 来个兔豆丝 还有啥 有不来个西红柿炒鸡蛋 还有啥 你这有什么糖 西红柿鸡蛋糖 好 那西红柿炒鸡蛋都不要了 来个你手的那个糖 还有啥 谢谢你啊 默契半天就点了一菜一汤 服务员嘴一撇走开 老板娘一看起来咬牙切齿 这么多人 他就点正点来 这么多人不点菜 总得要些主食吧 他便让服务员多准备些馒头 谁曾想 带头的大哥竟直接拿出一大包饼和大葱 没一会儿就剩个盘底 更可气的是一伙人还不停地让老板娘上水 啥 不是刚上两户吗 这怎么还要喝完呢 等着吧 此时服务员跑进来拉着老板娘出去看 在这伙人的山轮车上 挂着山东日照救灾志愿者的条幅 原来就在前两天 四川共发生余震5214 整体上呈现出有起伏的衰减趋势 到目前地震造成死亡28300人 受伤188100余人 被埋10600余人 其中德阳市死亡10290余人 阿瓦州死亡2140余人 广原市死亡2060余人 已经从废墟中抢救出33434人 来看下一条 512温泉特大地震令使人震惊 彭州市好好的一个家 喘口气的功夫就没了 人也没了 谁疼谁不难受 看着主持人播报的灾区最新情况 众人心里很不识自慰 这是郑涛说 想去四川呢 明天上午就走 谁去 我去 我也去 我也去 他们不知道日照与汶川具体有多远 只知道那里的人们需要帮助 十个农民说走就走 一大包煎饼和大葱 一桶水 一项捐给灾区的方便面 几把铁锹和稿头 一辆三轮车 真头 来 奶奶你怎么来了 把这些洗带上 到那儿熬个鸡汤 给那些受了赏的人 鼓鼓室子 你们大伙 要注意安全 都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 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四千多里的路得走多久 他们每人还拿出五百块 多为来回的油钱 多余的准备捐给灾区 一路上能省则省 不舍得多花一分钱 他们在车上睡 在车上吃饭 饿了就吃煎饼卷大葱 渴了就喝凉水 铁打的肠胃也经不起持续这样 最终几人都吃坏了肚子 光吃煎饼喝凉水 我这肚子也不行了 哎呀 要是这么窄去 实在没办法 正好去饭馆吃饭 这才有了开头十个人 点两个菜的那一幕 老板娘看着条幅上的字 心里很是惭愧 便直接回去炒了几个肉菜 端了上去 但众人被吓了一条 竟没人敢动筷子 我还没点 你不能硬上 老板娘 这两个菜 我摸摸点 放心吃吧 我们老板卖单 吃吧 有啥需要来 照我 临走的时候 老板娘还给他们 带了几件矿泉水和干粮 然后众人上车 继续向着汶泉出发 护车 甲师长 总 总 总 你看看 你这是弄用散轮啊 好家 这拉了多少人啊 人祸混状 还有这几 船两三扣 八宽五倍 说着交警就给开发单 众人解释说他们是要去四川 不是 你们不知道四川现在敌人啊 知道四川敌人 所以我们去看看能不能绑上什么梦 交警惊讶的同事还是有些不相信 几人便给他看车上的工具和卷饼大葱 那么说你们还真是上四川就在了 是啊 是啊 警察同事 俺转护人虽说我们有多少钱 可俺 俺们有的是力气 不是你们就开着这个上四川 你知道四川有多远啊 再远也得去啊 哪里人需要帮忙 你就少发点吧 少发点 发了宽就别再给我杀了 得知事情的交警大局说 就你们开着农用散轮上四川 一看就是第一次出圆门 我们就带了一百块钱 别别别 你这是多 这是我半个月的验钱 拿着拿着 不是给你的 我给载取人民的一片金银 我宽不发不行啊 小好了 我自己处理吧 咱们远不处理啊 你这人活不处啊 你走到哪里都是违章啊 是不是啊 对对 这路上一定会有一个钱 啊 这样吧 我代表角警 祝愿你们早日平安早大 谢谢啊 为了走近路 他们来到码头坐渡轮 为了多省十块钱的船费 硬是和售票员搞了半天假 刚交完费的少风正要回车上 听到船边有人在唱歌 谈起了我心爱的猪皮吧 唱起了动人的歌谣 小伙子小伙子 别唱了 为什么不让唱 这什么时候你在这唱歌 谁长在我身上 我爱怎么唱怎么唱 关你什么事 我跟你说别唱了 你就别唱了 哎呀 你还想管闲事 不是我管闲事 这怎么是管闲事呢 你说整个时候唱歌不合时 我让呀管闲事 少风不明白 全国人民都在为这次的灾难通信 难道人和人之间的悲欢不相通吗 他们路过一个收费站 看到前面的救灾物资车 可以免费通过 德山就和解释说 他们也是去抗争救灾的 有证明吗 我们是自罚的 是是是 看玩笑 你们未省几块钱 什么话都敢说 同志 我们真是自罚的 真是 我们没骗你啊 抓紧时间吧 后面已经走出了 开着农用车 赶走大半个中国去抗争救灾 换坐谁也不会信 无奈 只好付了过路费 中途来到加油站加油 工作人员看到车上的条幅 就让他们等等 随后叫来了站长 这个钱就不要了 老乡 你们大老远的去抗争救灾 我们加点油算到了什么 这多不好意思 就是什么 怎么不好意思 咱们呢 都是在为汶川加油 加油站免费给加了油 还送了条幅 高速路走不了 国道也有过路费 为了省钱 他们走的都是小路 那时还没有导航 全凭一份指质地图 但还是走得迷了路 他们找到一个小伙 想让带路 但对方却要收二十元的带路费 带个路 还得要二十块钱 不贵不贵 太贵了 我们自己找吧 小伙刚走开没多远 转头看到了三轮车上的条幅 又急忙喊住他们 听车听车 你们这车 不能走这里 路太险 那我们走什么地方 小伙说给他们带路不要钱 抗争救灾的车 可说一说也许能走高速 但当到了西安的高速入口时 你好 按规定 能用三轮车不能上高速公路 你们还是退回去吧 从这 我们这就抗争救灾去 你就照顾照顾吧 是啊 我不能违反规定 你们还是退回去吧 总之 你给照顾一下嘛 就是就是 特殊情况特殊给代码 是吧同志 实在不好意思 你们还是退回去吧 眼看已经走到西安 却在这里犯了呢 众人垂头丧气 有不咱回去吧 有不咱回去吧 有会啊 你自己回去啊 我看 就回去 回去 咱带这东西 怎么叫给咱去啊 咱要是回去 就把东西 卷给这党地的红十字会 回去吧 回去吧 三叔 你怎么能说这话呢 回去回去 这时候能回去吗 咱到咱去 又不是光去捐东西的 咱是去帮忙的 你这时候回去 不扳多少费吗 不能回去 就这么就回去了 怎么面对相亲 遇到点事 就像咱吐糖果 那还是个男的吗 那是个闹钟 不想回去的就是 但这是村里 给他的妖娃 说顺子的爷爷 突然去世了 顺子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世 是爷爷一手 把他带大的 而现在唯一的亲人 也离开了 得让顺子回去 给爷爷下罩 大伙决定先瞒着顺子 把他骗回去 他们来到车斗前 叫醒睡觉的顺子 说家里爷爷病重了 让他尽快回去照顾 顺便给大家报个平安 顺子突然坐起身来 你们的瓜 我都听见了 爷爷 顺子对不住您了 我抗车回来 我一定要在你分钱 给你可以摆个箱头 爷爷 他们决定再去找收费员 尝试一下 但收费员请示完 领导后还是不行 领导说了 你们这三轮车 不能从那过去 那 你从这 那还有其他路走吗 有 但是你们这浓入三轮车 肯定从那走不安全 你们还是回去吧 没 憋的办法了 收费员被他们赶 最终让顺路的空卡车 将他们的三轮拉上 让大火坐上了一辆客车 这样既帮了忙 又没违反了规定 真是没有想到啊 哎呦这还过来 个转车转 受费员挺严肃好 心眼挺好的 那当然了 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蛮适服的 师傅 真是谢谢你了 麻烦你了啊 我给爷 爷爷进房子边上一把 转车 我到前面 我到下房走了 下了高速后 三轮车继续向着灾区前进 但路途开始变得险距 第一次出远门的 他们还没走过这样的盘山路 时不时还有对向来的车 心都提到了嗓不言 这时突然有对向车辆靠车 三轮车架在了忽然上 稍有倾斜就可能掉下去 这时那只老母鸡站了出来 十个人差点命丧如此 惊魂未定的德山打开车门 直接摊坐到地上 吓得说什么也不敢开了 但路还是得往前走 只好换乘会开车 但没有驾驶经验的哨风开 在几个小时的缓慢行进后 终于过了崎岳的山路 长时间精神紧张的哨风一下泪到了 这到了平坦的路 又换回了德山继续开 快到傍晚时突然下气雨来 他们就顶着塑料布继续前进 但视线也越来越不好 加上大家连续的赶路都很疲惫 就决定先找个招待所休息 等天亮了再赶路 为了省钱 他们在外边等到了十二点后 等房间半价后只开了一间 留一个人在车上睡 其余人趁前台不注意慢慢溜进去 就这样九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睡了一晚 这是这几天里他们唯一一次这么舒服地睡觉 第二天天一亮 他们继续出发 已经开始进入到四川地界 一阵中越来越近 地震的痕迹已经开始出现 公路出现了裂缝 他们下车缓缓走向前 看着眼前这满目疮痍的景象 十个山东爷们都红了眼眶 故事至此结束 影片根据真人真实改编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得知消息的十个质朴的农民自愿组织前往灾区救援 从山东日照举线出发 用时四天三夜 横跨四千多里抵达四川灾区 在18天的抗震救灾中 嗜苦在前无私奉险 感动整个灾区 他们被誉为史上最牛的救援队 而那辆在他们走过大半个中国的农用三轮车 也被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汶川大地震的纪念馆中 嗚嗚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